被客人一直敲碗 我只好去挑這個 高貝金龍 這個是一隻一隻挑的 你看我挑的魚 身體小龍身體就是寬的 有沒有就是寬版的 你看那個頭跟身體的比例 他們身體就是寬版的 然後各個後三旗都要大 金龍很多尾棋都很小 因為金龍本來棋就比較小 但是還是可以挑比較漂亮的個體 而且挑比較寬版身體的 你回來比較好養 也就是說我在一群小龍裡面挑 挑小胖子就對了 你回來就會比較好養 還有挑他個棋的表現 還有那個我在挑的時候就挑 那個膽子比較大的 有的龍齁網子下去他就在那邊躲來躲去 你看這個多漂亮 所以這種便宜的龍我還是跑了一趟 弄了一整天去挑十隻回來 實在是 講是不夠工啦 不過堅堅的這樣看起來 就覺得魚仔班傑比較漂亮 這種高貝金龍亞總過貝 有的時候你看那個賣便宜的那個就是會貝 跟這個挑 魚仔頭頭錢賺的魚仔還是有差 好 那個這個是7月20號進口台灣的 那現在要簡易 我大概預計大概8月初才會開賣 所以你 那個 這個在賣的話會賣5800塊 所以 在這個5000多的預算裡面要養 養 做入門的入手的可以來買這個 就挑選過的然後 再養個10天以後 他魚的板桃又會不一樣 好 因為他這已經進口 進口這樣好幾天沒吃東西 好 那我們拭目以待 你看挑選過的魚 看起來就是舒服 有沒有 好挺 掰掰